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岸門都市星族人 我是Becky 今天和大家一起聽一段錄音 2024年3月16日 阿朱潘黃錦玲老師在香港灣仔禮頓山社區會堂 舉行了多馬宇宙一年一度的沙山聚會 這個純靈性提問和冥想的聚會 在座參議者提問了什麼問題呢 阿朱潘黃錦玲老師又怎樣回答呢 我們一齊聽聽吧 大家好 我是黃錦玲 阿朱潘 你們好嗎 阿朱潘黃錦玲老師 不用拍掌 別拍掌 阿朱潘黃錦玲老師 習慣了 OK 大家去年有來的舉舉手 哦 都有很多的 即是你們都知道我的流程 都知道我有一個袋子的問題 那如果袋子的問題呢 我就沒有看過的 那你們都應該開始知道 我問到呢 我就答你的Q啊 Q 你們的問題 那就一如既往了 抽到問題就請出來 坐在我面前 不過 未抽問題之前呢 我會和你們大家靜靜地坐五分鐘的 如果你中途 在這段坐的時間 忽然之間有問題 你都可以告訴工作人員 聽到還可以答的 請坐 嘗試一下他們的Clusion 哦 原來是這樣 咦 沒有放這個男士和女士的Clusion 有什麼的 有什麼的 她的問題很複雜的 人類到底是什麽 特別在哪裏 即是人類的特別是哪裏 宇宙為何要創造如此複雜 有著沉重業力的物種 而同時又期望這物種排脫 這些走向覺醒 人類是什麽 人類對所有 你見到你見不到的物種 都是相同的 它沒有特別 它沒有特別多也沒有特別少 我們是相同的一件事 那個相同不是它表面上的相同 那個相同是它的 它的內裏 它的源頭是相同的 所以它沒有特別在於哪裏 它沒有 嗯 宇宙為何要創造它 它 等於它創造一個山 等於它創造一個星球 是相同的 沒有一個特別 為何它的存在 但是你後一個問題 就有一個可以答你了 如何可以有沉重業力的物種 它不是沉重業力 你這個問題 你的業力只是存在於 你的思維裏面 It's only in your mind 你如果不是在這個思維裏面 它根本沒有業力這件事 也沒有所謂的輪迴 也沒有所謂一切一切 你覺得很沉重的東西 其實它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存在於 在你的思維上的時間和空間 如果你放下了這個思維 其實沒有了這個時間和空間的時候 自自然而沒有了這個業力 沒有了這個輪迴 明白嗎 你有沒有問題嗎 是的 概念上我明白的 可能對於一些普通人 他們怎樣可以有這個 所謂的放下業力概念的東西 怎樣可以達到這個東西 都幾分 我不想你概念上明白 你概念上不明白就好了 你沒有用過你的思維那個模式 你現在把它直接圈了 你直接就打了一個圈 這個是概念上明白的 但其實那個不是一個概念 這個是你本來如是 所以你最後那個問題 而同時又期望 這種牌脫者走向覺醒 沒有人期望你走向覺醒 走向覺醒 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思維 覺得我們要由A走去B 所以你叫做走向覺醒 但如果我告訴你 其實從來都沒有覺醒這條路 你永遠都已經是覺醒的了 因為你從來都是跟 所有一切是一如的 那為什麼會有A到B的過程呢 真明白 真是知道我說 可能是道理上明白 但還是他怎樣做呢 這個是最關切的 放下那個怎樣做 不要每一件事都以為是有一個過程 若A到B 不是 你就是放下 如果你現在肯放下你的心 放下你的思想 就是放下 不要再有任何的東西 不要再有你身邊 你以為你在想著 究竟什麼叫做覺醒 什麼叫做人類 要先放下 放下它 放下之後剩下什麼 再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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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就好 躺在那裡想不到 空白沒有 這樣就躺在空白那裡 躺一會兒 你可以坐在那裡一會兒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等一會兒 我叫你繼續讀第二個 你坐下 繼續坐吧 嘩 怎麼這麼聰明 全部都是男生 啊 你 你自己讀這個問題 你睡覺的時候 靜不靜 我會發夢 但是 你睡覺之前 那一分鐘 睡覺之前 那三十秒 睡著之前 那十秒 九秒 八秒 七秒 六秒 五秒 四秒 三秒 你還在想著 兩秒 一秒 重 睡著了 在那一會兒 你靜不靜 是 OK 為什麼你會靜呢 你覺得 進入令我狀態 不要太複雜 為什麼你會靜呢 是 剛剛就由 五十九點九九九九九九到零 那裡 為什麼忽然會靜呢 沒有為什麼不自然發生 第一句自然發生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覺得你睡覺的時候 就是五十九點九九九九到零那一點 有一個什麼轉變 不可以想事情的轉變 但是這個轉變 你不一定睡覺才能做到的 你是可以的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一個 應該是很沉默的 如果你回到一個 大自然 或者一個很鬆弛的狀態 其實你是會沉默的 但是大部分人的生命裡面 都不會令到自己沉默的 因為你又如潮水般的 不斷地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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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昨天想今早想明天吃什麼 想家裡的狗 想很多東西 你剛才走 把自己合作一零萬份之一 把自己放 ozoneะ 後來停一停 從那一個0.000000第一個 resultado 止 Menu 大家會保留自己另外一秒鐘 你每天生命都很忙 只要這個都說 有些朋友他們可能會去retreat 我們去做很多事情 教他們讓他們可以再深一點 再進入諸如此類 但其實他們都是由0.0000001的開始 你一定要嘗試到那個沉默 那個甜味 你才願意放下你如潮湧的思緒 每一次都回到那個沉默 當你試過一次、兩次、三次 其實你就知道 縱使有很多念頭 你都會願意回來、回來、回來 是,應該還沒好 好,確切地感受過我的甜味 那要嘗試一下吧 今天有機會嘗試到 我笑得很害怕 怎樣?彈彈的聲音 OK? 好,感謝 你怎麼樣? 我這邊 正好嗎? 繼續 這邊 請坐 Hello,大家好 第一個問題是 如何尋到 是否要找到一位 心靈導師來追隨才可以 先回答第二個部分的問題 是不是要找到一位心靈導師來追隨才可以 如果你有問題 絕大部分的時間 你需要有一個三圍世界 就是懂得說話 正在回答你 那是否所有老師都是 用這個方式 就是過往幾千年 你在三圍世界的身體 有一個三圍世界的問題 如果你幸運找到一個三圍世界的老師 答你 就是你非常幸運 但是老師的定義 不一定是 就是 一個東西 正在回答你 它可以是一個山 它可以是一個海 但是問題是 你確實聽得懂才可以 別人給你一個答案 你又聽不到 然後你想再問 你又不知道 它是否聽到我問的 然後 別人給你的答案 可能那個答案是沉默的 那你就糟了 它沒有答我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個 可以解釋給你聽的人 去答你那個問題呢 那這個第二個問題 如何沉默 對你來說 什麼沉默 我想哲學方面比較多 哦 是的 新生命和哲學 我覺得都很像 嗯 是的 那你沒有真正在沉默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是要你回答的 對你來說 什麼是沉默 嗯 真理 或者是最原始的事情 或者是最原始的事情 是那些 嗯 你存在嗎 存在 你怎樣存在嗎 你怎樣存在嗎 存在 嗯 那這個肉身告訴我 我存在 哦 那 在這個三圍世界上 我覺得是存在的 嗯 是的 你覺得你的存在 是因為有你的肉身 那你沒有了肉身 你還存不存在呢 都存在 我的靈魂都會存在 嗯 那這個靈魂會在哪 會在地球又很雨滋 就有很不知哪一個位置 嗯 那如果你堅信 你不單止 你不只是你的肉身 那你不需要尋 那就算我不是一個肉身 我是 變回了一個靈魂體 就是沒有肉身的一個靈魂 那他都要認識他的源頭 或者他都要尋回他 他自己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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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嗯 當你在現在這個生命的時候 因為每一次你們要做這個動作 都是你的身體沒有了之後 你才可以做得到的 嗯 你是沒有辦法在你的現在有的身體的時候 去完全了解 完全處於這個沉默的本源之中 這個就是大部分人覺得他們 所謂的沉度 他們要找的東西 給個簡單例子 就是佛陀告訴你 他誤了四聖體八正道 他找到他自己了 接著他說 他見你們 大家這麼受苦 我說我哪條路呢 那你就告訴你 一大骯髒方法 那你就自己選吧 其實他真的 其實他沒有特意告訴你 哪一個方法的 他呢 那些佛經多得不得了 那你其實是給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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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人 不同的需要去找的 如果那個人 是在這裡的 你給他這個方法去呢 他是不成功的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如果那個人在這裡 哇 你給到一個很高階的方法 他也是不知道你說什麼的 他就是說 那你們自己找吧 我講完給你們了 我又講完故事給你們了 太空也是這樣的 宇宙也是這樣的 你們想的因果也是這樣的 那他就說了很多種故事給你們聽 然後你就自己去找 那最後 你會找到什麼呢 其實他最後 在裂盆之前就跟你們說 一切都是無常的 其實你們放下所有東西 應該都可以了 但是大家又用了很多 很多生命 很多勢 但是這樣不斷地兜兜轉轉 又兜兜轉轉 又兜兜轉轉 你的頻度是由A去B的 因為你一直都會覺得由A去B的 如果你確切相信 你就已經是一切 你就是沒有了身體之後的一切 你就沒有什麼需要做的 但是你沒有確訊 你以為你會相信 你只是在一個 腦袋層面 對 在你的腦袋層面 以為好像本書寫過的話 其實 其實 起碼你知道 那個分別 那你才可以開始 但是其實 如果你確訊的 已經完成 沒有什麼需要做 謝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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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麼多問題 你幾多 我想到一樣 我們可以自行改變結果嗎 據老師或靈性工作者說 我們人類身處地方不是實相 宇宙已經引力人類到達它要求的結果 還是宇宙指示要人類做的過程 結果不須理會 但那間就有說人類每一世都已經寫好劇本 不能改變 人類指示按宇宙安排活出一世 不看著我都想不記得你說什麼 OK 據你或靈性工作所說 我們人類身處地方不是實相 是 我們身處的不是實相 為什麼不是實相 其實我有問 寫漏了 這裡算不算實相 我就是想問你 我的答案是 這裡不是實相 但是為什麼這裡不是實相 因為這裡是第三輪 因為這裡是第三輪 不 為什麼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同學 哪個同學可以回答 這裡不是實相 給個咪咪給同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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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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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實相 我們可以自然改變結果 我們可以自然改變結果 某一個程度上 不可以 如果這個問題是你問的 你不可以 但有人可以 別人問的 可以 不是隨便一個別人 不過是你問 如果這個問題是你問 不可以 就是你去到這個智慧 是嗎 答案就是 對你來說 不可以 然後我每一輩 宇宙叫我這樣走 走完那一輩 就是安排好 那一輩就算了 不是 你中間 你可以做選擇 你自己要怎樣去做 所有人 所有人坐在這裡 是在這裡的 他從出生那天開始 他最後的終結都是一樣的 他的身體一定會滅亡的 這個沒有人可以改的 我的意思是生活過程 苦難或者開心喜悅 這些都是自己 即是宇宙安排 你今天 不是 宇宙安排不到你開心還是喜悅 那是你自己去選擇 如何面對開心或喜悅 有些人拿著一塊很大塊錢 他都不開心喜悅 有些人病到生癌症 他都開心喜悅 那是你自己決定的 不是宇宙決定不到 你自己想什麼的 那其實不是劇本寫好 劇本 所謂的劇本就是 A B C D E 去到你的身體滅亡為止 他會有這樣的關卡 但我怎樣去面對 我怎樣去活於我每一刻 是沒有人可以左右的 即是以為挑戰 極限 對 沉默地活吧 試一下不如 即是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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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很多方式要怎樣做 那 不如 沉默就過不了過關了 沉默才過到 你不沉默就過不了 不是要想想怎樣過 那時候已經不可以沉默了 你譬如跳過欄哥 你怎樣跳過去 那腦不是都要動嗎 姐姐 就這樣走過去嗎 有些個案 我可以這樣回答你 你現在是在用你身為世界 生一些那個腦 那個思維方式去活 但是當你在沉默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再處於 三回世界的那個 三天的那個腦 那個情況去生存 你從來沒有想過 你是有另外一個腦 你是從來沒有想過 有另外一個理 但是那個理要怎樣才出現呢 就是當你徹底沉默才會出現 所以 因為你們大部分時間都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那就自己想了很多方法 其實 有時候 你會經歷一些事情 是你不需要去想而完成的 你沒有經過那個狀態 但不代表你以後不會經過 那你就記住我這句話就可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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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基本上答錯吧 是呀…有臭脈 是呀… 謝謝 謝謝 我先進去 謝謝… 大家好 我覺得在靈性的道路上 好像很孤獨一樣 我越來越來越多 嗯… 那其實是否真的需要一些朋友 和同修呢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需要不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呢 遇到你很幸運 遇到你很幸運 遇到你也沒有辦法 有同修是比較容易的 嗯… 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跟你能否處於你的當下或者解脫是無關的 只不過那個外在情況是容易一點的 就是給你一些譬如以前我認識我老師的時候在印度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同學的 今次跟我去印度的同學仔都有見過我一些同學 我有邀請他們來我們去印度的 有幾十年之後見到面就當然是大家都走了一個大圈 然後見到面就很開心 但是當你真正幾十年前大家一起走的時候 你又可能看不見他或者看不見他 但是當你真真正正要談一個很耐在很耐心的修行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是同一個老師 變成了你最基本的沉默和了解是不容易的 是會明白的 其實那個就是最主要的 你一定會用這樣的狀態 大家互相去明白和了解 亦都很包容 這個是真的 所以譬如ERT現在 他們都好像是家人一樣 我們每一年的旅行 他們都好像是家人一樣 每個人都好像瘋了 真的很開心 但是是否一定要呢 不是一定要 不是一定要 但是我覺得到你真是很想 或者他有需要出現的時候 他是會出現的 這些同修或者朋友是會出現的 因為如果你找不到好的同修 就不如不要找到 因為其實是會妨礙你的 嗯 其實很煩的 但是如果那個是真的適合你的 可以一起去明白 或者是去 甚至跟你一起很沉默地坐的人 如果有這個人出現 就當然是最後 嗯 但是就不能強求 他出現就會出現 嗯 不是必須的 嗯 就是不要想 是一定要 但是我覺得你很想 我覺得是會容易一點的 就是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就是你擁有共鳴 有問題的時候可以交流 或者大家很像同一個語言 又是容易去提升對方 因為容易去明白 但是沒有的感覺是 好像自己一個人走 是的 是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你問一下我們那些同學 那些現在的同學 哪裡出來打 有沒有人出來打 快點吧 怎麼樣 後面 阿丁 阿丁 出來打 那這些朋友在這裡 你推我 我推你 那些就是朋友 那些就是朋友 我推你了 有同收和沒有同收的感覺 是 那 有同收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那麼孤獨 但是本身修行都是很過癮的事 如果有同收的時候 如果有問題 未必直接去到老師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痛 可能是練習的過程 或者遇到一些問題 自己先談了 那可能角度上面又會多了 但是老師也有一個是對的 就是如果遇到五海同收 都是有機會變得見到 一面鏡 就是它不一定是正面人在 它可能是反面膠材 反面膠材 對 看你有沒有看到 是 珍惜每一次的機會 好和不好 其實都是反面膠材 OK 謝謝 這麼多問題 OK 那 我進來 好 謝謝 Hello 大家好 我先說 是 我去年來過 第一次 今年再來 很開心 這次帶了幾個朋友來 我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是會相信輪迴的 那究竟是我們的 過去的生日更重要 還是將來的生日更重要 我的問題就是 什麼過程 都不重要 過去的過程 有什麼那麼重要 未來也沒有 如果你在當下 也沒有未來 那一點也不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學一些 有些新心靈異 我就很專注 是看回過去的生日 想知道過去的生日 我不知道你那些是什麼 新心靈異 譬如 Akashi Record 那類 反而我自己就很想知道 過去的生日 多於未來的生日 我不會告訴你 不要緊 重要嗎 可能我喜歡古蹟中的歷史 那你可以去懷念一下 是可以的 那你就自己看看自己 現在是什麼 那你大概都猜到你 哇哇 是什麼 你沒有聽過那對實際嗎 嗯 實際是哪一個 我經常想去求證 但是好像很難去求證 就是確認到 嗯 不過 那個是儲存於 在你的記憶裡面 在你的mind裡面 那如果你不斷 只是重重覆覆 來來回 會要在你的 past life那裡繞 那你就永遠 只會沉迷在這個 其實是一個mind的思想模式 那你要徹底放下它 你才有能力走進去另外一個 或者是走進去真正的沉默 真正的你的裡面 真正的你的裡面 是不包含這些past life 這些mind 這些thought 這個虛構的幻象 其實現在已經是幻象了 還要past這些 再幻些 再前些再幻些 還要是 它不是因為有前後的分別 它不是一個直線 那你找到了 知道了 OK 那有人說給你 OK 聽了 故事說完了吧 大部分人就是很懷念 很沉醉於別人 說給你的past life 那有沒有用 對你當下的沉默有沒有用 你只有放下它 你才有當下的沉默 如果你沒有放下過他們 你永遠都不可以 可以達到當下的沉默 當下的你 當下的past OK 好 謝謝 你好 你好 其實我不應該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也不用問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即是答案不是已經 她的問題就是 謝謝 我知道 她的問題 我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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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如何得知自己已走上修行之路 這是她的問題 我覺得她應該知道 她也覺得她應該知道 她也覺得應該知道 是 因為持續著 有 你每一天在生活裡面 你都會有不同的信念 但是 那個信念就是 堆砌了幾十年 成為現在的我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 我放下這些信念 當我沒有了所有東西 那就 對 那我就可以了 但是 還未可以放下 當然 所以問這條問題 嗯 如果你跟一個 三歲的小朋友說 你說 不要吃那麼多糖 會難嗎 那她應該會糖 糖 和爛牙 那為什麼會是 有關於呢 那你會跟她說什麼 嗯 我應該會跟她說 我不要緊 你這一刻可以吃的 你六歲之前 你都可以吃 你爛了它才 我沒有所謂 但是 就是 好像 爸爸媽媽那樣 你看看 這裡 就有隻眼睛 就是這樣 爛了 那她要去醫生補牙 要去整牙 那她會痛痛的 當然 就是 人生 去到這一個年紀 總有放下 以前的信念 的 因為 去到某一個 某一個 某一個位 你就覺得 啊 看通了某些東西 拿起座 再放下 拿起座再放下 那 去到這一刻 就是覺得 為什麼還要有這麼多 啊 你有什麼信念 你過來聽聽 嗯 嗯 那什麼信念 就是我在生活上面 或者溝通上面 工作方面 你各方面 其實是看到自己有些執子 嗯 那那個執子就是你那個 既有那個固定思想 從小到大 那你看到你有執子 那個時刻 就已經可以放下 嗯 如果你是觀念那個執子 那個執子 你見到了 你已經知道自己有這個執子 那你就看著它 什麼都不動 就是看著它 它就會散 如果你不動你的心 不動你的思維 不去思考 你只是全心全意 去看著 或者你叫官也好 看也好 你就是看著它 不讓它走左 也不讓它走右 不讓它退後 不讓你的Ego 走出來 你就是看著它 你看看什麼事情發生 有件事發生才行 你現在都沒事 是 但是呢 就是如果 這個狀態 我也有 因為我經常去觀 因為我是主要去想問題的 當我想到這件事之後 就是覺得 哇 這麼討厭 我死不肯放下 我看到自己不放下 不不不不 錯 錯 走回一步 不要去給那個批判 不要去說任何事情 只是看著你 你的批判是有Ego的成分 有自我的成分 因為你經常都要用這件事 去掩蓋另一件事 不 走回一步 只是看著它升起的時候 就是看著它 就是觀當下 而不要帶有任何批判 不要說要自己這樣做 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要放下 不放下的東西都不用說了 放下的想法都不用放下了 都不需要拿出來 你只是看著它 只要做這個功課 死都不走 不斷看著 嗯 因為我自己的方法 仲 仲 仲 不是放下的 我沒有放下 那樣東西 我只是看到之後 我就覺得 既然你在這裡 我接受 我接受 我有這樣的想法 都不需要 但是你現在說 你只觀 只看 嗯 我試試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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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答到今晚12點 都答不完 大家好 我的問題是 怎樣可以選擇一條 適合自己的路 去體驗 真正的自己 是 你不是在活著嗎 是 那 就已經選擇了 又可能有遺忘 遺忘 每個人都有 有什麼不滿意 你對你現在行動的地方 那又不是滿意 但是不知道 是怎樣 什麼是怎樣 你現在已經有條路了 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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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哪個 是不是網點 都不是網點 如果我現在想 就是 是否繼續這樣走呢 那你在走什麼 知道 我讓你再再 rephrase 那一條問題 再問一次 現在這個當下 你新出來的問題是怎樣 那現在在走什麼路 是不是就是繼續 那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走什麼路 才可以的 即是吃飯睡覺 買山上班 那條路 跟著到死 可以的 那如果是這樣可以 你應該不會坐在那裡 你是不是一定對自己 現在活動的地方 有些不滿意 那又不至於不見 不過又想 清晰 那你想做什麼 清晰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想怎樣 我就是不知道 阿佛陀也知道 他說他要超脫生死 他要 找到這個解脫 痛苦的方法 苦 那個方法 一些就要走去成島 一些就要走去 一些就要走去 不知道 大家走很多地方 那你在想怎樣 你自己想怎樣 都不知道 嗯 嗯 那你先問一下 你自己想怎樣 我才可以回答你 你是不是走的一條 對的路 你現在呢 即是我看著你 就是頭上了一塊雲 那我怎麼可以去 插你那塊雲呢 但你是坐在這裡 那你是不是很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 又可以 嗯 可以 那就不用在這裡問了 即是你不是有出來心的 即是你不覺得這個世界很好玩 正啊這個三個世界 多好玩 應該又不至於 那條線呢 就是這樣 你覺得這邊都可以 你覺得走多這邊都可以 那 現在我們說 其實兩邊都不可以 如果你明白了 就所有項目都可以 但是你不明白 未清晰 即是 未知道自己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所有項目都不可以 即是說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麼 我是誰的時候 你活著的所有項目都不可以 因為你這個是幻象 因為你現在很沉迷這個幻象 還要告訴自己 這個幻象是可以 是 剛才你有沒有聽書 同學說是幻象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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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這個幻象 會不會永恆 不會嘛 那你又可以 是 所以當下我的兒子 繼續走我的腦去找 應該 回自己的腦 是 你為什麼要找才行 那你說答不答到我 你為什麼要找呢 你所有事情都對你來說 所有事情都可以 你就不用去找 那就繼續吧 是不是一定有事情不可以 你要承認 看到這個幻象是不可以的 那你才有得去找的 你都不承認 你都仍然處於這個 可以啊 可以 都挺好 繼續挺好 那怎麼辦 你一下子承認 其實真的有些事情不可以 我需要去面對 我需要去看 我需要去沉默 我需要去觀 那你才有得開始 你都沒得開始 你都沒得開始 是嗎 去觀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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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亂翻一下 對 你亂翻一下 我也覺得是亂翻一下 錯啊 不要鬼 我本身的問題是如何 尋找自己的使命 但是 其實使命現在很 很無人 我覺得也是 對 所以我想亂翻一下 就是 應該怎樣去找一個 知道自己 終身可以做的方向 終身可以做 什麼都不做 最好 終身 什麼都不做 就是方向 為什麼要不做 其實剛才一直在聽 我覺得 我們經常都被自己的頭腦去做 做了自己 有些事情你需要做的前 會出現找你 擱擱擱擱 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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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起新鮮的蛋 切個沙律 都是叫做啊 那 那 帶點阿婆 過馬路 搬紙皮 你幫我 都是叫做啊 那 到 不同情況 自然會有一個 situation 在你面前升起 叫你幫忙做 做完就放下 那 其實不是輕鬆一點呢 為什麼 要 一種使命 那麼大陣仗啊 不用 不用 簡單 舒服 清楚 沉暈 就最好了 如果你 要找到任何東西 符合以上 那四個 criteria 就可以了 嗯 老師 真的嗎 四個字 會再當一下嗎 嗯 不行 這四個字太濫用了 OK 大家是不知道什麼 會再當一下 其實太濫用了 嗯 不是 剛才我給你那四個 criteria 如果你要做的每一件事 你就想一下 符合不符合那四個 criteria 還有 我也是想撇開自己的頭腦 就是 經常都可以計算 經過的應該 其實 就是剛才現在我聽到 我覺得 這件事最不應該配合 可以 可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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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問題就是 是否每一個人 每一世都是有不同的事命 要完成 如果那一世變成不了 是否只要留回 直至到全世為止 如果完成了 每一世的事命 是否就可以成就解鎖 可以回家 如果你而活在一個思維的世界 你是會不斷地重複 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肯放下這個思維 在這個直證裡面 你就不需要再成就解鎖 它就已經完全完結了 它就會完成了自己 因為你所問的問題 你完全是一個 包括你 事發是這一世要完成 你上一世有沒有完成 你下一世有沒有完成 你下一世有沒有完成 這個完全是一個 就是思維的騙局和幻象 你是把自己放在 你重重覆覆 因為這個思維狀態 其實它是會不斷地滾動的 不同的生命 其實它都會用相同的東西滾動的 你只有放下這個思維 在一個沉默的狀態之下 它就會忽然之間好像 一刀切下去斬斷了 沒有了這樣 沒有了你就不再需要去解鎖 沒有了不再需要去想 有沒有意味要做不做 以後是否這樣 即是是不是躺平了 你如果躺平是完全 思維是直正的 是沉默的 因為好像跟你們說 所謂的直正沉默 是有些困難的 這件事 其實阿Sandy 不如你說兩句 因為我們在retweet的時候 我叫她錄過youtube 因為我們說了幾年 不如你來 我給大家一個同學的例子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坐在那裡說 好啊 因為我去今次的那個旅程 即是我是一個很失敗的主持 因為其實這麼多7的youtube 我還未能留下 什麼叫沉默 同觀 那在經過今次這個旅程之後 對香港的沉默是一種力量 是一個心群的 它是會令到你有一個很深沉的一個靜的狀態 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意思 即不是說我不出聲就是一個沉默 或者我靈靜就是一個沉默 就算我身中很吵 而我一個身裏面那個沉默的bequence 它是可以令到你身邊所有的東西 那這個才是那個沉默的力量 那觀 還有老師經常都說 你去觀你那個意義 其實我從來都不發覺我自己 是有很多東西想到的 例如剛才老師開課的時候 就有個同學說 如何可以安靜或者靜靜 其實是你的腦不要想太多東西 因為人是很有趣的 就算你走上眼睛 你就算不是這樣想一次問題 但是你的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片段走出來 或者我今天做了些什麼 不知道用一個老師在那裡 在那裡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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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治和沉默的狀態 即是要去到 即是要鐵地點和大家明白去理解的 其實是要去到一個這樣的狀態 所以其實尤其是香港人是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做 每天不斷牌很多事情 而且你會整天看電話 很多事情停在這個狀態 是不斷地在那裡 而你不發覺那個是一個人 你要真的坐在那裡去感受 以及去看著那件事 即是老師剛才說 看著那件事 其實你真的什麼都不放下去 而且它會好像一個畫面一樣 爆開 散開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人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狀態 很奇怪 很奇怪 先進去看看 可以吧 是 謝謝 謝謝 你好 你好 哲學性問題 是嗎 哎呀 不好意思 是嗎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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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一問題就是 活著就是意義 哲學性問題 哲學性問題 首先 要有意義 從哪裡開始呢 你覺得 出生過程 是嗎 誰定義 有沒有意義 才可以 自己 那你自己 在什麼狀態下 才會定義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死亡 NO 你當你想事 嘛 你想事 你去盤算 你去計算 你去compare 你才說自己有意義 沒有意義 對你來說 真的有意義 沒有意義 哪一件事適合你的 就是 那個意義 的狀態 我想來想去 其實我自己答單字 你也可以 對 對 答給我聽 給你答些什麼 就是 減了那個運動 其實真的 活著都是意義 再減一點 再減一點 不活著都是意義 你加了 減 減 減 活著都是意義 先減了意義 兩個字 Drop了意義 活著都是 然後再Drop了都是 那就等回活著了 再Drop了那個 Drop了那個 就等回活 Drop了那個活字 減了一個呼吸 只等回活著前 那一秒鐘 你腦子在想的事情 Drop了 那不是又是沉默嗎 嗯 嗯 但你也知道 那件事在哪裏出來的事 即是你這一連串的 我們Drop-Drop-Drop 其實由你去想這句句子的時候 你就沒有看到中間的過程了 其實你一想的時候 你就想到有這句句子 我們現在逐步反過來走 走到去 你還沒想到那句句子 咦 過了那一刻 你再之前那一刻 你應該在哪裏呢 那你在一個源頭那裏 哦 very nice 那你站在那裏可以了 就別遇後那裏 那我追監 可以 可以 因為剛才第一位朋友 有解答她的問題的過程 又不記得了嗎 現在 沒有了個路 又去到沉默了 停在那裏 對 剛剛是說 另外想起一個 因果 這麼辛苦 不要想 是嗎 真的嗎 但是 不公道 為什麼 不公道 對誰不公道 你做好人 壞人 如果都不用承受那個結局的話 她有她承受 她有她自己承受 因為她沒有跳出來 所以她是會承受的 我現在教你是 你不需要承受那個方法 不是因為 你做了好事和壞事 而是如果 你已經可以有這樣的福德 去到可以 用沉默 但 你cancel out 的時候 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好人 好 謝謝 謝謝 OK 繼續 因為我們不是太多時間 我希望 盡量回答你們的問題 就回答 大家好 我想問是怎樣可以平衡 或者消融心中 或者無意識的恐懼 因為覺得 恐懼限制了 限制了很多 實際上 生活上的行動 因為就是會害怕 你最恐懼是甚麼 不知道的 那個情緒 就是她就是會很緊張 就是很多事情要想 要做的時候 就會很緊張 不期間 就是沒有特別一件事 沒有 你覺得你一生裏 最恐懼的是甚麼 表達 好 再想清楚 最恐懼 對自己的批判 對自己的批判 再深一點 再想 無名 對自己的批判 今次的批判 你自己的批判 都會很緊張 飾不怕死啊 都很少少 有時候都會有些畫面 會幻想 但是 你真的問我 現在要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沒有所謂 大部分人 尤其是香港人 我不怕死 我最怕沒錢 但是 當你真的躺在死的時候 醫生給你三個月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想 開始在害怕 其實所有的恐懼只有一種恐懼 就是死亡恐懼 所有東西都是跟他有關的 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分離於你們 從出生到現在對死亡的恐懼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你只需要面對一個恐懼 就是死亡的恐懼 因為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恐懼 你知道嗎 你說死亡還是死亡 死亡 其他的恐懼 最後問下去 都是跟死亡有關的 因為這是你唯一 最確定的 你最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你不知道你去哪裏 你不知道死亡是怎樣 所以其實所有人的 只有一個恐懼 就是死亡 還是所有未知 包括所有未知都會恐懼 所有未知的就是你想出來的 死亡的恐懼 死亡的恐懼 你確實要去面對 死亡的恐懼 因為沒有人可以 走得掉的 一定是會有那一天的 由你出生 開始就一定是朝著那個方向去的 有一天所有人都會 要面對那個時刻 對不對 是嗎 所有人都會走 所有人都會走 OK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那個恐懼 為何你會覺得 嗯 你會害怕死亡呢 就是不知道 你要承認有死亡 第一件事你要承認你有這件事 就是你有個身體 就有個死亡 你沒有身體就不用死了 嗯 又搞定了 那你現在來家 你承認你有這件事 但是呢 就說了半晚了 這一塊是一個幻象 幻象不是說它沒有出現過 它是有的 不過它不是永恆 這一部分是 我們說這個是Model Answer 一定是對的 身體是一個幻象 這個心靈是一個幻象 OK 你現在由這個幻象 你要脫離這個幻象 去到一個永恆的東西 其實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未知 這是一個很開心 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說 他不開心 因為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不知道 其實我說正啊 我回家啊 我好啊 但是他不知道 他覺得那樣 在你的腦海裡面 在你的層層疊疊的框框 或者別人給你的想法裡面 死亡可能是一件很恐懼的事情 第一 第一 我們斬的是 你沒有死亡 都沒有你 身體已經是幻象 那你死去哪裡 即是不能死 第二 其實那不是一件 值得恐懼的事情 那件是 很自然地 你自自然然 當你身體這個幻象消滅的時候 你會回歸的 那你才有兩件事 你先搞清楚 你現在吸一口氣 告訴我你有沒有恐懼的狀 字母 但是我是不是我用頭髮回答你 我不知道 你坐一會兒再回答我 好 我再跟著回答下去 你就會不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你坐一會兒 坐在這裡 你有幾條問題給我想知道 我 我只是這條而已 那時候登記的時候說要寫問題 然後就寫了這個 這個是能量點對修行有沒有幫助 什麼能量點呢? 例如教堂、寺廟 一直引起嗎? 不一定是 教堂的寺廟 不知道你特別說哪一間 有些可能有幫助 有些沒有幫助 我說我們這次去完那個山 你沒有去到那個呢 印度那個山 那個肯定有 你問問那幾十個同學有沒有 地頭是有一些能量點 它的確是很貫穿的 它的貫穿的能力不在於 它可以給你多少能力 而是在於 它可以令你 那個 mind 那個思維消失 那個是最寶貴的 你們現在每一次 每一次的問題 每一次重重覆覆就是 因為 因為你其實還沒taste到 還沒明白 還沒感受到 一個真正沉默的力量 而這些地方 某一些在地球的這些地方 是有這種能力 令你們在一個瞬間 回到這個沉默的地方 我再問多一點 這樣呢 如果是 其實跟地球都是一體的話 為什麼 其實都是可以感受到這件事 那又 對了 是啊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哈哈 哈哈 不是 應該是 應該是 大部分人都不行 因為它 它不是在走同 那個沉默的frequency 它沒有辦法 可以 即是有時候 你們說去做一件事 就算不可革能量工作也好 你以為你做了 你以為你想了 你以為你去到 其實它沒有去到 因為 你都不是同層的 都不是同一個frequency 我們在說的不同 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以為是 不過不是 但是你一定要試過是 你才知道 什麼叫做不是 明白 哈囉 你怎麼樣 OK OK 我覺得你答完我 我的心 好像 定了很多 但是 我會 覺得 實際上 身體上 好像會有 它自己的 頻率 就是有一種 害怕 和緊張 那每一次 回到那個 停止的狀態 嗯 直到我們下一次 停 謝謝你老師 很長 你的問題 你自己讀 其實我不是真的有問題 那那些是什麼 就是純粹可以抽象 我想坐在那裡 你想坐在那裡 隨便坐 是不是不用答 其實也可以不用答 真的 你決定 我給你 rephrase一條問題出來 你可以放下這些 聽完了半晚之後 那我可以坐在那裡 可以 隨便坐 謝謝老師 我這個問題 就是 忘記大眼的聲音 小姐我幫你讀 好 你幫我讀 修行與金錢的關係 金錢是一種能量 而如何使用金錢 就是如何使用能量嗎 你看 修行金錢沒有關係 你應該猜到我這樣回答 是不是 金錢是一個能量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能量 但是金錢在你的思維上 它是一種支配你的能量 但是你必須要看到 它為什麼可以支配你的 我們不應該受這種能量支配 而我們是應該可以去支配它 即是等於你的mind 很多人就說 那我不想了 我沉默了 我會變成傻瓜 但其實不是的 當你在一個真正的沉默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會有另外一個你升起 你會去 現在的你 是被你的mind去操縱的 它叫你去做那樣 它會被你的ego 你的自我 去幫你控制 但是 當你真真正正在沉默之中 你會發覺 你會升起另外一個思維的方式 這個思維的方式 是我要用它 用完我放下 它是不會支配你的 它不會有你的ego存在 現在你的問題 是因為金錢在這裏支配你 這種能量在這裏支配你 如何使用金錢就是如何使用能量嗎 No 例如 能量救援隊 一天都用的了 有時用有時不用 有時用到有時用不到 我覺得 跟金錢絕無關係 甚至 它超越了所有金錢加在一起的力量 但是 如果你只是面對一個三圍世界的出發點 你就必定會給金錢去製造 你只有跳開 你只是看清楚 你才可以 而當你看清楚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你需要的 從來都在你身邊 你需要的任何東西 從來都是負擾的 你不會 要去很辛苦的去掙扎 我說的是 甚至你需要多一點的 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不是給金錢去支配 你要相信宇宙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要相信你是被照顧的 你是那個Divine Self 其實是很神聖的 沒有一件事 世間沒有一件事 是可以阻礙你 就是這個Divine Self 你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所以 所有的東西 你都可以支配 不是它來支配你 那你相信你自己是這個Divine Self 嗯 其實我是相信 我底蕾是相信 裡面是相信 其實這條問題 因為呢 我幾個時候要我答一條問題 才讓我解釋 那我就呢 很慘的底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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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Divine 哦 那我答了15分鐘 怎麼搞錯 其實可能有些跟朋友說 是不是有人要聽 是不是 其實我也有另一條問題 可能我可以再問一條 可以 那今晚就 其實有我們想問 因為我有看過你本書 也是關於一些性族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 今晚是零星問題 零星問題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 因為實相 還有一個叫做 虛空 其實有時候 我常聽到一些 不是虛空 是虛幻 虛幻 虛幻和實相 虛幻就是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又講一下 星族人 那一切都有虛幻 其實都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是給我 在心裏面 很大的疑問 哦 很容易解答 是的 謝謝 因為地球人 就是經常看過三邊的世界 星族人 它都是虛幻的其中一個課題 但是它拉開了你 它拉開了你 令你知道 你不是唯一在這個三圍世界 生存的 其實有不同的圍道 不同的星族 它們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它們有它們的學習 但是我們最後都是雙等的 到最後的源頭 我們都是一體的 它們的出現 是告訴我們 可以是怎樣的 外面的可以是怎樣的 當你不再限制你自己 在這個三圍世界裏面 它好像一下子把你拔高了 你再看一看你的世界 你就不再是你面前 現在生活的那個圈圈 你就不再是你活動那三條街 這個香港 甚至不是這個南半球 北半球 你已經離開了地球 你已經開始發覺 你所看的東西已經不是 是一個站在地球的point of view 那你就會開始知道 宇宙 你就會開始知道 宇宙背後的能量 你就會一步一步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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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感受到 要不然你就永遠都只是這個方法 那即是說 星族人 這個角色就是 來到這個三圍世界 就是令到我們 這個體驗和這個角色 他有他們自己要做的事 不過碰一下他的出現 讓你看到這些 他們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工作 不可以說 他是為了這件事而出現 但是碰一下他的出現 其實是給了一個 一個警惕我們 或者是給了一個 hint 提醒 對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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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真的看一看 例如有很多朋友 他知道他的星族 但是 你知道你的星族 不代表你不是繼續 要去面對 找回你的源頭 那個星族 他也一樣的 我們的源頭 是一樣的 都是同等的 其實 但是當你感受到原來 我是那個星族 而所能夠產生的能量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不是限制 在現在你看到的 這一小撮的 東東 這一小撮的 所謂的身體 那你會願意放下 你現在這些制衷 但是沉默是永恆的 永遠都存在的 他們都是回去 他們都是在那裏 而已 OK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那你想不想繼續坐 夠了 很開心 有些甚麼感覺 你也要告訴我 大家聽到他的感覺 坐了很久 好像坐在這裡已經解答了 某些問題已經很足夠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老師 這個設成靈性問答大會 圓滿結束 是不是覺得資訊太多呢 聽一次消化不完 你可以重溫聽多幾次 慢慢細味 慢慢靈悟 嘩 搞甚麼 你的錢包這麼多張卡 是呀 不行嗎 現在沒有人帶錢出去 全部都是卡 喂 那這張是甚麼來的 這麼多孔孔的 喂 不要碰 縮手縮手 這張最珍貴 和用得最多 其他都是銀行 無緣無故寄過來的 我平時除了洗澡 我錢包也有 我錢包也有 家裡也有 公司也有 床墊也有 連家裡的電掣也有 就是我老公沒有 嘩 我知道 CCTV來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那些甚麼防盜追蹤器 唉 果然不同level 算了 開估 這張是多馬宇宙 南蘇里 南蘇里 能量修復圖版 來的 之前我不是說 換了新電話之後 好頭痛嗎 換了之後 就沒事了 你看看她的Facebook 說其他的功能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 自行抵消電子產品的能量干擾 保護我們不被電磁波侵蝕和影響 可以加強身體自行修復的能力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幫助減少外來藥物和針劑 對身體帶來的負面影響 例如甚麼頭痛針 腳痛針 傷風針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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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時候好像你一樣放在銀包跟身 哪裏不舒服又可以把圖板放在那裏 手提電話 iPad插頭銀包哪裏都放得 嘩 難怪你說除了洗澡之外 24小時都在用它 説開又說 最近都不見你老公的 她好忙嗎 誒 她現在周身都沒空了 在收拾東西準備去回處 我痕了很久了 終於求到她和我一起去 我甚麼都沒有告訴她 只是說去青邂 她以為真的去旅行 去青邂就是吃東西 入骨 行山 有甚麼特別呢 蛤 那個是多馬宇宙靈修療癒型 有隨行的中醫師 教她怎樣保養自己 做下瑜伽 學下十二經樂筋骨 健練習 又有冥想環節 讓她認識和面對自己多好 還有黃錦玲老師的一對一光與陰憑能量治療 她去完之後 新生靈都搞定花財 還懂得怎樣保養自己 那就不用煩我了 你講講講我都很想去 不知道能不能再報名呢 蛤 她好像最多收25人而已 我都報名了 你快檢查一下 那究竟甚麼時候去呢 讓我立即去請假才行 哈哈 其實呢 是十月二十至二十六號 不過 早點收拾東西都沒有壞的 可以聽回她們之前和參加者 在Youtube上的分享 我都很肯定 和普通的療癒型不同的 哦 那我馬上去多馬 在Facebook上報名 喂 好啊 那到時把你老公一起去吧 都好啊 喂 好啊 謝謝你收聽收睇 我們都是星族人 記得點讚 like 留言 comment 分享 share Namaste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